在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 流传着很多意大利军队的惊艳传说 其中最著名的 莫过于意大利被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暴打的神奇战力 据传说 手持弓箭长矛的非洲老铁们振臂一呼 把使用步枪打炮的意大利正规军 打得丢盔器甲狼狈逃窜 那哪是战争片 简直是喜剧片 可事实真如传说里那样离谱吗 埃塞俄比亚又是怎样打败优势义军的呢 咱还得从非洲的牛人皇帝 孟尼利克二世说起 19世纪末 欧洲各殖民帝国拿出吃葡萄不兔皮的劲头 几乎将非洲瓜分殆尽 位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 是仅剩的几个幸存独立国家之一 相比于其他非洲国家 埃塞俄比亚的武德比较充沛 因为他们正处于战国时代 虽然名为帝国 但内部诸侯国混战不断 各路诸侯有的想邪天子 有的想自己当皇帝 一言不合就开恋 是三天一小仗 五天一大仗 全年不休息 孟尼利克 咱们简称为老孟 他本是埃塞俄比亚诸侯 少阿王国的王子 但他这个王子混得有点惨 自幼就国破家王 老孟被掳走 过了十年软禁的日子 成年后 老孟终于逃回故土 靠着家族威望召集了千余人 几经征战 总算艰难复国 摊子虽然知起来了 能不能守住又是另一回事 老孟深知他这个草台班子 难以在乱世中立足 早晚会沦为别人嘴里的猎物 老孟不得不着急 咋办呢 老孟想到一个好办法 既然自身实力不济 那不如借力打力 化别人的能量为我所用 当时在东非开展业务的 有英法意大利 都是拥有先进技术的欧洲国家 不管是谁伸身手 都能帮老孟在埃塞俄比亚 实现降维打击 老孟也不是病急乱投医 合作伙伴可不是乱选的 他进行了一番深入考量 找英法肯定不行 这两大殖民帝国实力横胃口大 老孟这种小诸侯 人家根本看不上眼 就算联系上了 也很可能引狼入室 到头来英法 搂草打兔子 把老孟也一勺会了 所以老孟选择与意大利合作 意大利算是殖民国家中的迟道生 因为实力有限 他们无力像英法那样 明目张胆的打家劫舍 只能用一些寒情默默的手段 比如掏钱赎买 连买带红 在埃塞俄比亚北边撬了一块地皮 这就是厄利特利亚 意大利不敢和英法两强正面冲突 因此对没人管的埃塞俄比亚特别有兴趣 一直想在埃塞内部扶植一个亲之近派 好作为打开局面的抓手 正愁选谁呢 老孟主动抛来了橄榄枝 对意大利来说 麻雀再小也是块肉 老孟这是雪中送炭 意大利甚至有些感动 我感动得有点想哭 当即干柴烈火 一拍即合 双方约定 老孟与意大利独家合作 意大利送给老孟五千支步枪 有了先进武器 老孟立刻咸鱼翻身大杀四方 用两年时间扫平各路诸侯 于1889年统一埃塞俄比亚 登上皇帝之位 称为孟尼利克二世 意大利毕竟不是来搞慈善的 他们来非洲只有三件事 利益 利益 还是他娘的利益 老孟是嗨嗨嗨嗨登机了 可意大利还没见着回头前呢 于是登机大典刚结束 意大利特使就带着合同来找老孟签约 合同有两个文本 分别由意大利语和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写成 内容大概是一埃两国永久和平合作 埃塞俄比亚承认意大利对厄里特利亚的控制 并划定边界等等 面对他忠诚的意大利朋友 老孟认为这样的条款也无可厚非 就痛快的签了字 这就是乌西阿利条约 看起来挺好的事 哪知道意大利在合同里玩了个花火 两种语言的内容不一致 意大利语版本里写着 埃塞俄比亚的一切外交必须通过意大利进行 等于是把埃塞俄比亚变成了意大利的附属国 老孟不懂意大利语 也没找个翻译 就毫无防备的签了条约 咱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事 比如搞装修铺地砖 合同里只写地砖单价 不写面积不写总数 只在口头一说大概要铺多少 业主觉得挺便宜就签了字 等到实际一铺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多铺了小一倍 可合同都签了按单价计费 也确实用了那么多地砖 最后往往是业主多掏钱吃哑巴亏 看来咱要是做买卖搞合作 一旦涉及签合同 可一定要逐字逐句地弄清楚 一定不能嫌麻烦不看明白就闭着眼睛签 咱得记住一个事实 没有人会主动开出一个为对方着想的合同 您瞧 连老孟这样的皇帝都被列强的合同耍了 等到老孟终于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意大利早就在欧洲把条约昭告天下 热搜都买了好几个了 这才刚登级 就被人忽悠着签了不平等条约 老孟的愤恨可想而知 他急忙给欧洲各国写信 澄清条约无效 并控诉意大利的无耻行径 可欧洲大老爷们哪有空理会一个非洲国家 他们的态度是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 这白纸黑字的 咱可得按合同办事 大家都是文明人 折腾得身心俱疲 却没有任何效果 老孟算是看出来了 跟这帮家伙讲道理没用 必须来点魂不拎的 于是老孟高调宣布 废除乌西阿里条约 什么意大利 谁来也不好使 一时激起千层了 欧洲各国都凑过来看热闹 看意大利怎么收场 这回意大利面子上可挂不住了 我在欧洲玩不转 在非洲还玩不转 我打不过德国 法国 英国 俄国 奥地利 匈牙利 瑞士 希腊 我还打不过你埃塞俄比亚 意大利恨不得派遣天兵五十万 以泰山压顶之势 将老孟这伙玩腻批为鸡粉 忽然意识到 他们出来搞殖民这么多年 非但没挣着钱 买地搞投资还倒贴了不少 又掰着指头一算拆旅费 最终决定 从意大利调来一万零六百人 又在厄里特利亚征召八九千人 相当于伪军 由意大利驻厄特总督巴拉第里任总司令 大举进攻埃塞俄比亚 老孟也没闲着 他一方面积极备战 另一方面又发挥他借力打力的妙手 找了个新帮手 法国 法国一直想在东非快打地盘 一门留神竟然被意大利抢了先 早就憋了一肚子火 可这时德奥义三国同盟已经形成 法国直接收拾意大利 恐怕会激化与德国的矛盾 借埃塞俄比亚之手揍他是最好的选择 老孟正是利用了这个微妙的局势 果然 法国慷慨解囊 给老孟提供了一大批步枪火炮 一转眼 老孟已经拥有步枪十一万支 大炮数百门 及弹药无数 老孟又发布诏书 号召全民动员守土抗敌 举国上下云集响应 贵族们捐出财务金银 百姓踊跃参军 老孟迅速组织起一支十二万大军 足够与意大利远征军掰背手腕了 一场注定不平凡的大战 一触即发 1894年底 义军巴拉第里司令率军两万入侵埃塞俄比亚 刚进门就遭到各地方领主的袭击 这些埃塞地方部队打都手持冷兵器 当然不是义军的对手 义军八战八截 顺利占领大片地区 可把巴斯令高兴坏了 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活着老孟 风狼居虚了 一想到这儿 乐得巴斯令又多吃了两碗面条 然而 当埃军主力部队攻上来时 情况就有了变化 侵略军连输两场 三千多恶特伪军被歼灭 巴斯令不得不转攻为首 随后 老孟亲率十万大军赶到战场 巴斯令以为老孟要直取厄里特利亚 断他后路 顿时慌了神 主动放弃大片战领区 退守交通要地阿杜瓦 准备与老孟决战 这时 巴斯令仍然保持着强大的自信 他认为虽然埃军人多势众 是侵略军的五六倍 但是义军的武器质量更好 训练水平更高 义当时不成问题 巴斯令还秀了一手兵法 他在阿杜瓦布下一个巨大口袋阵 故意示弱 企图把老孟引入圈套 为而兼职 岂不美哉 高 实在是高 可没想到埃军根本不上当 老孟使出了更绝的一字真言 好 埃军是本土作战 补给充足 有的是时间 而义军则劳实远征 补给有限 多消耗一天 就多难受一天 于是认听巴斯令怎样勾引 老孟就是不上套 双方一连对峙了三个月 埃军一亿代劳 吃饱喝足 义军是忍饥挨饿 水土不服 别说面条 连面汤都快喝不上了 终于 巴斯令实在耗不下去了 哪还顾得上什么兵法 他拍案而起 干脆硬碰硬的干一仗吧 1896年3月1日凌晨 巴斯令集结一万意大利部队 甲七千多恶特伪军 清朝出动 兵分三路向埃军阵地发起闪击 然而 春寒料鞘的埃塞俄比亚高原 荆棘遍野 道路难行 没走几步 义军就队形散乱 再加上通讯困难 是军官找不着部队 部队找不着军官 战线拖了足有三公里 埃军探马早把军情飞报老孟 老孟认为饥不可施 当即下令全军出击 埃军采用正面攻击 与侧翼包抄相结合的战术 如同数把铁锤 砸向义军散漫的战线 埃军群情振奋 连皇后娘娘都亲率五千族人上了战场 埃军士兵冒着凶猛的炮火突破敌军防线 将义军分割包围 枪炮齐名杀声震天 激战直到正午 打得侵略军彻底崩溃 埃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此战 一万七千多意大利侵略军中 七千人阵亡 两千五百人受伤 三千五百人被俘 几乎全军覆没 而十二万埃军阵亡五千人 受伤约万人 可见面对这支非洲军 异军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老孟本可以依举攻入厄里特里亚 将意大利势力碾进红海 但他选择见好就收 他认为赶跑意大利 英法就该扑上来了 留着意大利 让殖民者们互相撤走 反而更利于埃塞俄比亚的安全 埃塞俄比亚大胜的消息震动了意大利 致使首相下台 巴斯令被扭送军事法庭 老孟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走上谈判桌 意大利低头认错 同意废除乌西阿利条约 并向埃塞俄比亚赔款一千万里拉 堪称殖民界的大冤种 老孟率领埃塞军民击溃意大利侵略军 使欧洲各国对埃塞俄比亚刮目相看 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十年和平 也在世界反殖民侵略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我是欣杨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支持 高手笔记系列 咱下期视频接着聊